大盤依然樂觀看待 然後內資的主導之下的櫃買 又更加強勢 那現在這個時間點的行情的話 都是震盪 依然是偏多來做看待 ok 了解 三大法人剛剛的買賣超的數據也出來了 今天的話呢 外資在賣超的力道 也比前一天來的縮手一點了 今天是小小賣超了 大概11億 那以三大法人來講的話呢 總共我們的投信給力不少啊 因為三大法人合計起來呢 是買超了2.7億 那今天的話呢 上市櫃上漲的加速 大家有沒有看到 大概是1159家左右 那麼下跌加速呢是700多家 其實為什麼昆仁剛剛說 今天這個盤 雖然量沒有放大到 穩住在3000億以上 但是我們看一下上漲的加速 還有下跌加速 就知道台股這個多頭的行情 應該是依舊存在的 而且以技術面來看的話 他每一個整理的波段 一底比一底高 這樣的話他並不是一個轉空 畢竟我們今天有看到盤面上面 有一些相關的數字 會讓投資人有點緊張 也就是外資在期貨的進空單 是高達了超過3萬口 我也想要問一下 昆仁這個有沒有什麼要提醒的嗎 大家擔心說 是不是要轉空的一個訊號呢 我覺得我可以順便再帶一下 我們等一下第三頁的投影片 就是我們最近會常常會聽到一些說法 那就是我這邊下了一個標 叫做是因果關係呢 還是真的在那邊 就是比較像是在找理由的 這樣一個現象 那因為比方說 我們昨天有講 我先講一下期貨好了 因為我大概是從 那個上個月 甚至是上上個月開始吧 就是我們聽到的說法 叫做說 那個好像外資在期貨這邊布了 空單了 然後會開始有所謂的 行情要去走跌的 這樣一個現象發生 可是我從外資開始布空單開始 到現在最新的數字已經到了 就是兩三萬口的這樣一個空單 那可是我們目前看起來的話 行情 或者是說現在目前的指數 都還是屬於一個偏多的 這樣一個情況 那我覺得這個可以跟投資朋友 做一些 解析的 就是或者是說分析一下的原因 是因為其實呢 我們雖然 看得到 就是應該說台灣是唯一有在 所謂的期貨這邊去公佈 三大法人的多空部位的這個 就是這個市場 那所以我們看得到的部分的話 是外資確實是在這邊去布了空單 可是我並不知道 他的另外一邊的部位 因為其實一般正常的外資的話 他不可能去做單邊的放空 因為他一定是多空雙方去做 那我們看到的是 他揭露出來的空方的部位 可是我並不知道 他另外一個部位在哪裡啊 比方說他可能另外一個部位是 有很多的股票部位 比方說他可能買了一些股票 他需要做一些避險 那搞不好那個多方的部位 比這個現在目前的空方部位更大 或者是說他可能會在香港 或者是像是新加坡 那邊去做所謂的 那個就是摩台紙 或者是副台紙之類的去做多 然後跟他現在目前的 在台灣這邊的空方部位 去做一些像 想抵銷啦 或者是配對交易之類的 那所以就算我們看得到 現在目前的外資是空方的部位 可是我並不知道 他們全部的部位是什麼 所以如果單單看他的單一隻腳的時候 就會有失真的這樣一個現象發生 那這個就是 我這邊要跟大家做提醒的 叫做他到底是一個因果關係呢 還是在找理由 或者是說我們昨天在盤中的時候 也有提醒大家 或者是說未來 我相信也會持續看到這件事情 叫做是說 比方說像是公債殖利率好了 那之前說1.5 不是說要下跌嗎 可是現在已經到1.62 1.64了 那這個時間點我們還看到 叫做道索還在創歷史新高 然後NASA也在創立 NASA也有回穩的這樣一個現象 那S&P500的話也創下歷史新高 所以這個其實比較像是一個 多頭行情的延伸 只是對於所謂的 修正的過程中 去找一些修正的理由 這樣子一個看法 那另外的話 我們昨天有跟投資本人說到 是說像是 那個所謂的 那個 紓困 要來去做買股 那其實也不是 不是說買股票就可以去撐 就是那個紓困就有辦法去撐住的 而是說現在這個時間點 無論是漲 也都在做一些政策的一個利多 在那邊撒錢 然後跌的話 也是在持續在做撒錢 所以這個是資金行情 有持續的這樣子一個 一個分析 那另外的話 我們今天等一下 會應該會講到的部分的話 是因為昨天 我也看了一個新聞是說 他統計了大盤的融券餘額 現在有高達了86.7萬多張 那創了16年來的新高 然後說股東會準備要去做 一個融券回補 這個強勢的回補 那有可能會有所謂的軋空行情 那可是其實事實上 我們看到的並不是這樣子 而且我們看到的叫做是說 單單一檔富邦VIX 他就佔了43萬張的融券 所以其實在這個 所謂的融券餘額創 創16年來新高的 這樣子一個說法的話 我覺得我比較屬於 那個會去追根究底 到底是誰的這樣一個原因 那所以在這樣狀況來說的時候 我覺得所謂的軋空的這件事情 投資朋友可能不用太過於期待 觀眾朋友們也很好奇的 所謂華航 長榮航相關的航空股 我們可以知道 今天撐盤的要角之一 這兩個絕對是非常 大的關鍵 包含像是華航 華航今天的股價漲幅有超過2.4% 那麼長榮航的話 也有超過2.2% 都算盤面上面 比大盤強勢非常多的 我們先從華航開始講起好了 之前一直在聊說 所謂的解封議題 還有就是你看 他的股價其實 不論是哪一檔這種航空股 都算是創下了近期的波段新高 雖然他們之前真的是蠻慘的 但是相關的獲利 口袋真的有實質上面的收入嗎 這個是崑仁要來幫大家解析一下 航空他是怎麼看的 好的 我覺得那個小畢問到投資本 蠻想問的問題 就是航空股最近這麼強 那可不可以繼續買進 那其實如果就 我覺得剛剛小畢也講到很重要的問題 就是這個時間點啊 如果我們來看 那個航空股華航長榮航 現在這時間點他們都還沒有 實際的獲利 甚至是這時間也根本還不能飛 那這個時間點如果還不能飛 可是他們的股價哦 如果我們再把這個K線 說的更小更小的話 那可以看到的一件事情 是他不斷創了近期的新高 他甚至還創下了 根本還沒有發生疫情之前的那個新高 那如果 對 因為如果在2019年 2020年的時候 就是在2020年的1月之前 大概不到10塊錢 還不到10塊錢啊 可是現在已經到14塊了 所以這個時間點 我們看到的現象叫做是說 那是不是對於後面 就是如果要疫情解封之後 這個解封之後的這個預期的利多 已經開始在這邊提前去做反應了 那在反應這個過程的時候啊 我會提醒大家就是說 因為其實航空股 現在目前的一個現象 叫做是大家都已經是在做 後續的預期了 所以這個時間點 如果再去做所謂的追高 去做買進的時候啊 可能會有一點點 稍微高一點點的風險 可是如果就一個長期的角度 來說的時候 我認為他如果有一些 在拉回的過程中 如果他守穩了一些 像是中長期的均線的話 那那個都會是後續一個 我覺得還蠻值得去做進場 這個點位 而且我覺得華航跟長榮航 他們有一個比較大的 跟其他的 景氣循環股 或者是說 就是對一些 營收還沒開出來 或者是說營收一點點 才看得到就開始飆漲的個股 有一些不一樣的原因 是因為 他們有別人沒有的 那個機會 在於說 因為他們其實有所謂的 那個航線的這個利多 那因為如果我們看到之後 這是那個所謂的疫情解封之後 那搞不好 有這些航線的這些航空公司們 他們都會做調漲 那個機票調漲 售價的這樣的現象發生 所以那個會帶來 他們後續的另外一個的成長動能 所以這個對於 短線上面的操作來說的話 就是可能不急著去做追高 可是如果就一個 中長期的角度來說的時候 我覺得可以期待 所謂的解封之後 然後票價上漲的 這個漲價的題材跟效益 這是兩檔個股 我來一起來做解析 沒錯 又是看你要把這些個股 航空股擺多久 而去選擇你近期 要不要碰他的 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中長的話呢 就像我們一直講 台積電中長期 如果你擺著 絕對是OK的 中長線 但是呢 如果是短波段的操作的話 真的要比較停看 停留意一下 不是說股票不好 而是他可能 波段已經創高了 而且甚至他到底 最近有沒有營收獲利 進口袋這個都還是一個未知數 可能在貨櫃表現 應該是說貨運 就是債務的還不錯 但是債人的 目前都還沒有看到 有任何的一個解封行情 所以這個是昆仁 針對航空相關的類估 提供給觀眾朋友們參考 好